Long 好!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狼竹崛起 那今天呢主要是有一个活动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这个活动 认真来说啦 一样是课长的天下 但是我们至少 无课可以稍微白嫖一点点的小东西 那我们就等游戏进入吧 这加载的时间真的有点久 哦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 72%72% 来73 跳个100吧快点 哦91可以 好没有错 我们的活动呢就是 西式之针 他可以获得我们的 斯库尔也就是你玩 狐狼队必备的核心 那讲真的 斯库尔出来这个活动呢 确实确实算是一个比较 便宜的活动啊 就670块给他搞定 然后但是请问请认真打 你如果认真打的话呢 基本上你要打到30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的 那保底670 可以拿到我们的 20个碎片 20个碎片可以保底 然后再来你除了那个之外呢 我们的 我们的 哪里啊 后机薄发 一样可以拿到我们的碎片 他是开几个宝盒 可以拿几个碎片这样子 那么现在假设 你把7000跟670都买了的话呢 15个 然后25个 25个加25个 50个 50个 再加10个 60个 60个 再加25个 85个 85个 再加上20个 105个 105个 再加上15个 120个 所以我们总共可以领到 120积分 总共是 1020 13 12加上46 总共可以领到46个碎片 基本上 你保底拿到一些东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至少升到三星不是问题 那再来加上我们的排行榜一样东西哦 排行榜你如果能够入到前50的话 就开始有碎片了 那就算没有前50 你入前100 一样有东西 那这游戏的课长其实不算到太多了 所以说今天你看 第一名才125个 所以只要你愿意用西式之针快速刷上去 再搭配上礼包的话 你要把斯库尔这只日狼快速练起来 机会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那这个CP值冷却自己觉得也算高啦 就至少120你可以练到一个三星左右 那你维克玩家你投资他也OK 因为我们的日狼本身就是一个狐狼的核心 你只要再搭配其他狐狼的辅助角去玩 基本上强度都是有一定水准的 他不会说什么 你可能刻一只辅助角或刻一只 不是主要核心的角色 玩到最后变成发现 其实他有点饥肋这样子 那你刻斯库尔这只狐狼核心 基本上他就是稳稳的板上钉钉的核心角色 那一样之前我们介绍过斯库尔这只狐狼核心了 那今天就不再多做赘述 只是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如果你是真的有想要玩狐狼队的 斯库尔一定要拿下来 不管是维克还是大克 基本上多一只队伍就是多一个选择 再加上其实现阶段来说 灰狼队胶狼队都是比较多的 单单身来说因为初期胶狼多 后期灰狼他的数量也是不少的 目前胶狼依然是官方的亲儿子 但不得不说像洛基像护盾流 像反击流直接都是灰狼为主的 那你有时候针对这些角色 还是得上我们的狐狼来玩一下 而且狐狼其实因为他可以快速累积怒气 在打某些像平A流的队伍的时候呢 你一样可以透过技能快速连发 来给对方给予一个重创 就算打不赢对方不死也缠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们的斯库尔他出现在这个西式之争的活动当中 有兴趣的玩家稍微刻一下 绝对是CP值很高 670块刷满30层 这个福利非常的赞 加上我们的7000钻石 买下去我个人觉得 嗯这CP值不亏啊 游戏后面有一堆的那个高级写金石可以招募心灵 真的是超级划算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啰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任何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啰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